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神的话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 圣经这么说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必要谨慎免得跌倒 好 我们就提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爱你主耶稣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也需要你的帮助 也需要你的带领 求你圣灵我们同在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以下的时间都要骂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境界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呢 我们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站得很稳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是圣洁的 觉得自己是没有犯错的 那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 巴罗说你们要谨慎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四会议 即使陪受尊重的公众人物 也是有丑闻发生 对不对 我们虽身感失望 但却不感到意外 当听到名人或是朋友 道德败坏的消息时 我们应该如何反应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 检视我们自己的开始 一个世纪以前 张博士在伦敦的圣经训练 告诉他的学生 永远要惊醒 留意这个事实 有人跌倒的地方 真是任何人都会跌倒的之处 至于坚强 且轻浮度不谨慎 这真是加倍的转作 换句话说 他说 我们不要自傲 不要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要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跌倒的 张博士的话 重申了保罗的告诀 当我们在看见他人的罪时 要注意自己的转作 我们不要以为说 哎呀你看这个人 没有道理 你看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贪污 你看这个人在教会射奉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 会做不正直的事情 你看这个人这样子 那个人这样子 不要 我们看看别人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坚强 我们也是有肉有体的 我们也是很转作的 我们要警醒 保罗呢 一直告诉我们说 必要谨慎 自己以为站得稳 必要谨慎 免得跌倒 自己所住远的并非过去的失败 而是针对眼前的骄傲 人家里面会说 哎呀牧师 我什么都有了 我什么都好了 我站得稳了 我家庭孩子都长大了 那就在 在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 可能魔鬼呢 就来攻击你了 你就要小心 这里所住 演的并非过去的失败 而是现在的失败 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 陪我们长大的明星 很多都是丑闻 很多都是 外面有外衣 家庭呢 不合学 离分 闹财产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小心 对公众人物的犯罪 我们的一般反应都会摇头表示 自难 表示哎呀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 责备他人 我们应该点头 是的 可能 我也会那样的犯错 接着 低下头来 为跌倒的人 以至于坚强的人 拜求祷告 深信 这将会更有益处 当你听到某人 某人犯罪跌倒 希望你低下你头 为他们 主啊 原谅他吧 主 原谅我这个弟兄 他为什么会犯罪 我也不明白 但是主啊 求你原谅他 让他能够 再站起来 成为一个 好基督徒 那 赐福救主 帮助我们 谦卑的人 突击心中的骄傲 我们要靠着 耶稣 耶和华 帮助我们 我们并不止于跌倒 当我们靠着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会转着 我们 不可能 能够站得稳的 好 我们继续受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谦卑 不可以 不可以骄傲 不可以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不会跌倒 主啊 求你圣灵 牵领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 让我们记得 牢记着真言的 16章18节说的 骄傲在拜以坏以前 狂信在跌倒之前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谢谢你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甘心愿意为主燃烧